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林陈寅投资密码 整个2018年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 2018年叫做爱你一发 真的开年以来的话 这个行情就出现看回不回的情形 当然短期之内整理 究竟还有没有机会呢 最主要带动的是美国股市 哪一些大象会跳舞 带动了什么新的趋势 这个是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要跟各位投资朋友来分享的重点 先提醒大家 欢迎您可以在网络上搜寻 林陈寅投资密码 那么新的内容跟重要的资讯 都会在上面 及时来跟各位投资朋友来分享 我们先看看 好下一页 那么整个重点是什么呢 最近波音表示很强 各位台湾的航空那股的话 族群不大 但是台湾也有所谓的长荣航空 华航 那么另外还有像航空器材的股票 那在最近的话 全世界的霸主波音 表现就非常的强劲 那么除了呢 它是陆陆续续震荡走高之外呢 在最近的话 几乎是呈现喷出的现象 甚至于呢 道琼大涨的话呢 其实啊 有三分之一的这个 整个的影响 是由像波音这样的公司的话 在做带动 我们看一看下一页 为什么 在去年底的时候 曾经跟大家提过 都说波音代表的是一个趋势 除了它是航空的霸主之外呢 另外像中国的航空业 蔚来的话 它们下单的量 20年交货7000台 这7000台什么概念呢 因为波音去年啊 它交货763台 它是打破了它的历史记录 所以一年700多台 是打破了历史记录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20年可能就有7000台 那另外呢 它还开发什么 重量型的无人机 这个是一个新的趋势 不要以为波音只会载人 波音 同时还没有人的飞机出来了 接着呢 波音它也发展了这个侦察机 以前有一个侦察机叫黑鸟 非常厉害 这一次的话 它发展的是黑鸟的继任 这个下一代 音速5倍 就是它的每小时的话 超过6000公里以上 这当然是非常的强悍 所以我们看到说 包括民航 包括货用 同时呢 这些的话都是波音的强项 也难怪最近表现 这么样的一个趋势 好我们看下一档 下一家公司的话叫联合航空 那么这么看 走势的话呢 也是直线的震荡区间 在最近走势加速呈现 喷出的情况 这也是在去年的话呢 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11月12月 曾经跟各位投资朋友 提过的一个趋势 好我们看看它的重点在哪边 下一页 那么全球最大的健康保险公司 同时它也是世界500强 在全美的话 最大的企业健康保险的提供者 那么我们发现说呢 原本啊 在之前的生机医疗类估的话 受到压抑 因为川普的政策并不是非常的明朗 但是现阶段的话呢 这些个股慢慢的摆脱这样的阴霾 再怎么样 再怎么变革 动作不会太大 最重要的是 每个人都需要医疗 同时呢 由于人口老化的关系 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好我们看下一家的公司 科尔百货 哇这个科尔百货上升的这个趋势呢 比波音跟联合健康 还要抖脚耶 那这家公司这是什么意思呢 百货 科尔百货当然 顾名思义的话就是百货公司了 那么在之前受到电子商务的打压 非常的明显 所以呢 它的整个股价是低迷的 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波音 还有联合健康不一样 但是在最近的话 为什么开始出现转强的趋势呢 我们看下一页 科尔的话呢 其实是历史非常悠久 1962年 在美国卖包 包括像是男女啦 幼童啦 这些的品牌的配件公司 去年11月12月的时候 它的销售呢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6.9% 超越它的竞争对手 那么另外再补充的是 那梅西 我们之前也提过 它那个趋势一路的往下 JC Penney 其实去年表现都不好 但是他们的业绩 都开始出现了成长的情形 也就是坏到谷底了啦 稍微出现好消息的话 就出现转强的味道 所以在今年的话 有一个趋势叫匹吉泰来 可以特别做留意 好我们看下一页 下一家的公司是安森美 安森美可能大家不是很熟 但是你发现说 它的股价一波一波的 像这个超强的波浪 开始往上走 这是一家半导体公司 那我们来看看安森美 它英文的话呢 就叫做ARM 那么它特别的强调呢 高效创新 1999年的时候呢 成立的 那么同时呢 像它也切入什么 汽车 然后来支援呢 包括像是ADS啦 自动驾驶 无人机 你会发现 好像大家都切无人机 那另外加入生态系统 电动车 充电 所以它是半导体公司 但是它搭上了 长期的趋势 股价上面表现就非常的强劲了 我们再看下一家的公司 下一家的话 直觉手术 哇 这一年以来的话 那么也是震荡区间 近期涨势出现加速的现象 好 我们看看直觉手术 可能有些投资朋友 对这家公司就很熟了 它是一家业务遍及全球的 做外科手术机器人 达芬奇 有人分成达文西 那么这个手术的开发者 这一套的手术呢 能够让外科医生的话 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 1999年的时候 推出相关的系统呢 可以用在什么 包括心脏 胸腔 泌尿科这些的 那么呢 去年的第四季的时候 整个业势是出现成长的 同时目前手术机器人的话 就是直觉手术这家公司 的市占率的话是最大 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的话呢 最后跟大家争取出来的趋势 最近美股评创新高 那你有没有发现说呢 中间有包括生计医疗 包括航空 包括匹吉泰来的零售业 那么这些的业者的话呢 其实在最近表现都是不错 那么投资朋友呢 就发现说 对台湾而言的话 去年底到今年的时候呢 那么电子股 特别是瓶盖这个厨型 有一点原地踏步的味道 那么在最近台积电有带上去 但是带上去没多久呢 后面的大型的部队跟不上来 比如说大力光涨一两天之后就下来 所以呢台股 后面创新高的话 其实开始挪移到别的族群了 所以这个趋势 倒不妨投资朋友做留意 我想电子整理之后 忘记来还会再表现 但是短期之内的话呢 今年啦 请投资朋友留意两个趋势 第一个的话是低基期 第二个的话呢 是低市值 比如说股本比较小 比如说股价比较低 那么这些两者合成 如果又是价值投资的股票的话 那它的趋势就值得投资朋友呢 在2018年的时候呢 加以追踪 2018年也祝您爱你一发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 记者 whit erm摆 赞 盐 赞 iozone 赞